疫情之下菩萨加持按时复工 逢兄化吉减少损失 作者小慈 温州今年疫情非常严重 都号称湖北省温州市了 我家大师兄一直担心常理复工 工人会不到位 工人来自四面八方 有湖南、湖北、贵州、安徽、河南、江西 好多工人老家路都没开通 动车、汽车停运 乡里不放行等各种情况 我家又是做外贸加工的 外贸客户一直在催货 我家大师兄记得好几天晚上睡不着觉 想不到在菩萨的加持下 2月24日复工时 每个岗位重要技术工人 通过各种方法连转都到齐温州 其中有个工人在路途中 打了四种交通工具 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 在技术工人到位 只缺一个接单制图办公室文员的情况下 我在五八同城里招聘 当天就招过来了 重要岗位工人到位 就可以复工生产了 把客户的货都按时赶出来了 我家大师兄和厂长都说太不可思议了 这次的人员安排真的是恰到好处 在温州这么严重的疫区 能按时复工 没有佛力的加持 根本不可能实现 在我们同一个园区的奇特场 很多到现在 由于工人没到位还付不了工 真是太感恩观世音菩萨了 有菩萨的诱护加持 就是不一样 感谢观世音菩萨 感恩守月亮群主夫妇 为我们创建这么好的道场 感恩精进群 义工师兄和所有师兄的付出 上周墨学家复工分享后 墨学家上周厂里又发生一件 承蒙观世音菩萨 护佑加持化险为夷的事 现在想想还是后怕 上周墨学厂里的司机 一大早送货给福建的客户 经过高速 送完货回来一切正常 回来都到自家厂门口了 倒车停车时 货车突然刹车失灵 方向盘不会动 紧急之下 司机猛打方向盘 还是眼睁睁的 喷的一声 把停在厂区停车位上的 两辆轿车给撞了 司机吓得脸色都发白了 大师兄和厂长出来一看 都惊出一身汗 这车可是刚从高速回来的 要是在高速上出现这种情况 这后果就会不堪设想 我家司机说 那不是他死 就是别人死 还可能会吃毁人亡 墨学 真是太感谢菩萨了 观世音菩萨真是无处不在 事事关注弟子 忽悠弟子 让弟子家大师化小 化险为夷 远离一切灾祸 常理的邻居们还打去说 你家真是呈菩萨保佑 菩萨不但让你化险为夷 撞上去的还是厂区里最便宜的两辆车 一辆飞渡 一辆熊猫 旁边的停车位的好多豪车都没事 让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 当然这是说笑了 弟子得到菩萨如此厚爱 真是太感激了 从二月二十四日复工到现在不到一个月时间 菩萨已两次加持 墨学的家里 以上是墨学的亲身经历 真是不虚 墨学非常感恩菩萨的一路有户 此生专送大悲咒 专生极乐 不辜负观世音菩萨的恩德 这是当时拍下的照片 个人修行简介 2015年12月加入普渡群 因工作劳碌 自己懈怠等各种原因 每天持周的数量总是不达标 反反复复 直到2016年10月去普陀山朝外 在普济寺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弟子 能精进持周 每天能满108遍 顺利加入精进群 从普陀山回来后 持周数量明显提高 2017年3月顺利加入精进群 每天不低于108遍 无补课 到昨天为止 共计持周 202683遍 阿弥陀佛随喜功德 阿弥陀佛随喜功德